那接下来我们要搬的当然就是年度女演员了 是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奖项了 接下来那个女演员奖 最佳女演员奖呢 其实我认为比男演员还更难得到 因为尤其看电影的时候呢 尤其女演员他们竞争特别激烈 对 而且每个个标演技看谁哭得多 那个泪谁可以哭一公升出来你知道吗 对 而且他搬的那个女演员他真的演得太好了 我就是自从看了他演的戏以后 我就决定我再也不当演员了 就当主持人了 对 就当主持人了 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也来主持了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个奖可以说 尤其获得我们的网友的支持呢 真的可以说是得来不易啊 是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 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奖项呢 就是我们的最佳女演员奖 好 有请我们的班长嘉宾 新华网副总裁 白玲先生 EMI中国区总经理 黄伟金女士为我们开奖 有请 有请班长嘉宾 大家晚上好 各位嘉宾好 还有今天一晚上表现非常优秀的歌迷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非常荣幸啊 今天我们两个能够在这么晚的时刻 颁发当晚这么重要的奖项 是 非常荣幸能够跟白总裁一起颁发这个奖项 谢谢 谢谢 2005年 中国的女演员确实是非同一般 不仅在国内非常活跃 在国际也备受关注 对啊 所以今天这个竞争真的非常的激烈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好了 年度女演员 好 获得新来2005网络盛典年度女演员的是周迅 恭喜 恭喜 今天这个是那个那个今天盛会的最后一个奖 谢谢你们一直都赔到最后 谢谢 然后在这非常感谢新浪 非常感谢所有投票给我的网民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我会一直继续努力 把更好的角色送给你们 谢谢 谢谢谢谢 恭喜周迅 谢谢 咖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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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啡